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 明星艺人是一个颇吃青春饭的行业 一旦身材走行 容颜不在 就面临着走下坡路的风险 讲真 这个行业完全不靠脸的太少太少 就算实力演员也要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 身体状态 这是身为艺人的本分 也是延长演绎生命 维持热度和资源的必要条件 近日 一张肖战的图片在网上疯传 引起了一众网友极大的关注 画面里 肖战穿着戴帽外套 举止言笑青春洋溢 满脸的胶原蛋白 站在人群之中 像极了参加艺考的学生 不明说 谁能想到他已有31岁 这状态也太top了 难怪吸粉不断 热度顶沸 经久不衰 话说回来 肖战的这份少年感疏为难得 让人羡慕不已 有网友不禁疑问 他的少年感哪里来的呢 曾经经历过那么漫长的网报 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压力 又为何他依然眼神清澈 有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呢 抛开艺人严格的自律部说 或许是正气养人吧 正气是光明正大的作风 纯正良好的风气 他是至纯至正的营养 让人由内而外 缓发青春活力 肖战从小良好的家风 妥贴完备的中华传统教育 还有重庆人骨子里的坚韧向上的精神 让这个少年勇于挑战 敢于突破 面对娱乐圈的惊涛骇浪 熬得住辛苦 忍得了不公 兴得住诱惑 凭一身正气 绝不同流合污 绝不走歪门邪路 想要的自己去争取 一路行来 虽荆棘遍地 但堂堂正正 踏踏实实 底气十足 也成就了一番波澜壮阔 有道是心底无私 天地宽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齐齐 自己努力成长 心血浇灌 破茧成蝶 让我们看到一个有才华 有思想 有深度 有格局 有魄力 正能量的肖战 所言正气大气 所行严谨端方 所向一往无前 正所谓正气凛然 让人心服敬服 有着万众归心之力 肖战的未来势必光明坦荡 不可限量 正气也是一道轻气 他荡敌身心 去府存真 让人出淤泥而不染 灼清廉而不妖 有着天地精华凝聚而成的灵气 使人眉目生辉 气韵天成 恰如那句话 青山不老 人不老 青气养人 成不欺人 肖战虽经历了这世间最深的黑暗 最丑陋的人性 却未惹尘埃 依然纯粹赤城 心有阳光 一腔正气 看着照片中依然学生模样 正气养人 视为名正 反之 放眼娱乐圈 有一些比肖战小许多的艺人 虽然有非常优秀的一面 但却气质沉郁 有着不符合年龄的压抑感和早衰 个人或许已很努力 但明显才华与流量地位并不匹配 被公司各种包装 营销 强捧 甚至依靠不良手段上位 结果就是有多大舞台丢多大脸 这就是不走正道的必然结果 身在漩涡中心的艺人 怕是欲气 邪气缠身 讲真 都担心会心里扭曲 而靠这些歪门邪道撑起的局面 就如建在沙滩上的堡垒 迟早会被大浪逃杀 冲毁 不信 我们就拭目以待 纵观肖战出道这么多年 可说是坚韧 隐忍 勇意 果敢 但从不阴郁 我们始终看到的都是一个 温暖阳光正气的肖战 自古以来 正道为天地所有 为万众所拥 正气贯穿天地 直通古今 闻天祥正气歌有云 天地有正气 杂然负流行 下则为和月 上则为日星 愿肖战始终保有这份正气 成为正气之心 正道之心 也愿他这份正气在内鱼引领一道清风 祝内鱼焕发出青春昂扬之气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特别期待肖战的圣扬 和新剧《交扬棒我》 只不过目前暂时放一放 毕竟还没有杀青了 很多知情人士爆料 还有十多天时间就要杀青了 那就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 关键阶段一定不能掉链子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毫无疑问 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非常相信肖战的实力 只是一些客观因素 要想办法理清干净 总之 祝福肖战 还是一如既往值得期待 颜值气质也好 演技实力也罢 都可以保持期待 如今的肖战有多部带播剧 《御谷摇》 《梦中的那片海》和《交扬棒我》 希望可以早日定档 谁闲来都可以接受 最近一段时间 音乐金曲榜的主办方 被肖战给圈粉了 肖战不但获得了一个新的奖项 更是对肖战和肖战的光点赞不绝口 百听不厌 也难怪会有那么多观众 主办方还将肖战的作品 《光点》发了出来 对光点的口碑 赞不绝口 这个好评很多 恭喜恭喜 肖战四年前的照片 比以前更好看了 音乐金曲榜的负责人说道 让我们听一听肖战的光点 这首歌太棒了 简单的几个字 充分地表达了 他们对肖战的喜爱 而且主办方也不是第一次 对肖战表示自己的喜爱 虽然主办方是被肖战给圈粉了 不仅拿到了冠军歌曲的奖项 还对肖战充满了好感 无论是从他的工作还是他自己 都是那么的完美 而且肖战也上了十大金曲男歌手的候选 谁都知道他是何等的出色 肖战获得了提名 主办方自然是高兴坏了 他们拿出了自己的底牌 上面印着肖战的签名 说不定还会有幸运的人拿到肖战的签名照片 这就很诱人了 据报道 肖战官宣年度十大金曲男歌手 金曲人气王两大奖项的提名 而周深 任嘉伦 周笔畅 张杰 这些都是音乐界的佼佼者 其中不乏一些让人百看不厌的作品 而且主办方对肖战也是很疼爱的 甚至在不经意间就把肖战的照片都给收集了起来 他真的很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幸运的人 从网友的反应可以看出 他们都在支持自己喜爱的艺人 而肖战这当之无愧的实干者和歌星 能入选就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对于肖战的出色表演也是非常有兴趣的 前段时间肖战在微博世界大会上亮相 作品得奖 还被评为最佳演技男主角 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想象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祝贺实力演员肖战 就像肖战在颁奖仪式上所说的 肖战一定会不断地给大家带去更好的东西 不会让大家失望 也不会让他们失望 肖战从来都没有辜负过自己的粉丝 也没有辜负了观众的期望 肖战亦往无前 即便在狂风暴雨中 他也要永逸向前 从网友的反应来看 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很欣赏肖战的工作 也很佩服肖战 从他出道到现在 肖战一直都是众矢之地 网络上的人对肖战并不感冒 几乎没有什么粉丝会支持他 甚至连代言的公司都不想和他打交道 都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但是当他们了解到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多的粉丝支持和喜爱他 总而言之 肖战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经历了太多的坎坷 经历了太多的幸运和失败 肖战并没有失去自己 失败也没有打败肖战 这才是肖战真正的性格 但愿肖战能够继续努力 取得更好的成绩 2023年 他的演艺生涯会越来越好 他的新戏能早日上映 肖战前途无量 依旧在为肖战而奋斗 从网友的留言中 他们再次看到肖战在国外的巨大影响力 一个泰国的大导演 在网络上和大家聊起了肖战的事情 或许肖战的性格 导演是最了解他的 不得不说 肖战在泰国可是有着很大的势力 尤其是陈情令的出现 让肖战在国外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获得了大量的国外观众 而肖战的新电影也是屡试不爽 据说泰国一名电影的导演 将肖战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都和他的朋友们说了一遍 虽然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也能看出来 这位国外的大导演 对肖战的印象 一点都不比他的粉丝少 事实上 这样的事情在国外也是司空见惯的 肖战上了国外的热搜 还不是手到擒来 简直是多到了极点 还把热曲也算进去了 一次生日就能登上市区榜首 从网友的反应来看 这样温暖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很开心 不像那些喜欢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幸灾乐祸的人 他们更喜欢这样的一幕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人气高就意味着负面 比如陆寒 比如蔡徐坤 比如龚俊 比如网络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黑他的粉丝 但是最后呢 肖战是不是输了 显然不是 可以说肖战在国外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 陈情令和陡罗大陆都足以让肖战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但愿年轻的肖战能在今后的日子里 继续保持谦逊 不骄傲 不浮夸 低调 勇敢 踏实 向着更好的明天前进 肖战未来可期 继续保持热爱 希望肖战越来越好 演艺事业一帆风顺 感谢观看